最後一天車隊掃街 罷韓團體先到廟裡上香再出發 對於隔天就要投票 罷韓團體連天氣預報都先掌握 呼籲民眾最佳出門投票時段 希望確保投票率 站上掃街車罷韓團體 從左營一路掃到南紙 另一邊高雄民進黨公職 也從市黨部出發掃街 重點同樣擺在左營南紙 不過左南區立委劉思芳指控 佛光山通知信徒別參與投票 目前我知道 我們高雄最大的宗教團體 佛光山居然受到反罷韓團體的影響 要求他的信徒不出來投票 我想這樣的方向是錯誤的 大家都知道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是我們自己當為國民的權利 對此四方不正式回應 但認為是只需烏有 強調佛光山因疫情暫停開放 近期未曾和信眾接觸 另外傳聞投票當天 有人要到投開票所外監看 高雄市選委會也提醒選民 當天誤從事支持或反對罷免活動 以免觸發 原始新聞 綜合報導